肖战余生热度为什么高 收官笔记数据出炉 共计584个热搜 可能说到今年来热度最高的剧 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 一个是迪丽热8和任嘉伦主演的网剧与君出相识 而另外一个便是杨子和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了 这部戏从3月15日开播以来 在各大媒体平台一直都是位居榜首 包括猫眼专业版 灯塔专业版以及寻益等等权威媒体平台 为什么余生请多指教热度那么高 其实这个剧能够热度这么多 主要是因为有肖战和杨子这样的两位实力明星助阵 再者就是剧本身的问题 剧好演员找得好 这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起了 想要剧不火都难 还有一点也是很关键的 能够上星湖南卫视这样的一线电视台播出 优势处处有 何况这不是杨子和肖战这样的流量明星主演 就算是换着其他明星来主演 在湖南卫视播出和在鹅场这样的大平台播出 如果都不火那真的就是天理难容了 余生请多指教已经收官了12天左右 3月31日 尽管如此 如今打开各大平台 热度依然很高 前三名都有余生请多指教 只能演员实力在那里 还有湖南卫视和鹅场这行过硬的平台助推 不用说都懂得 4月10日 在余生请多指教播出结束了11天后 作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平台 微博电视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一组余生请多指教为开播到开播结束后的数据 其中该剧登上热搜榜首的就有218个 而文宇榜的就有366个热搜 加起来一共是584个热搜 累计热搜人气值1.83亿 单日热搜榜就27个 热搜连榜高达70个小时 也就是说该剧热搜猛的时候 三四天都在帮 对于这样的剧 你说还能不火吗 余生请多指教播出结束后 杨子涨粉28万 肖战涨粉64万 余生请多指教播出结束后 作为女主的杨子一共涨了28万粉丝 角色全站提及量1135万 角色视频热度值8.3亿 肖战涨粉64万 比杨子高一半多 角色全站提及量2434 角色视频热度值13.4亿 每一项都差不多要比杨子高一般 对于余生请多指教这样的数据并不是每一个剧都可以有的 如果要花钱买的话 必须是上亿元人民币才能够做到的 该剧虽然已经收官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这几日依然可以看到热搜时长到来 看得出热度还在持续上升 目前正在热播和与肖战余生请多指教差不多同一时间开播的剧 还没有下线 但是热度都不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